原标题张泽天高情商表态感情难在刘强东事件发生后 基本保持着一个月上一次热搜的频率 出现在公众眼前 好在他不是活影科男 前几天 真相水落石出刘强东出轨 石垂于微博公开道歉 表示 自己的行为为家庭和妻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用道德绑架了奶茶妹妹这句话 说的没错 最大受害人就是奶茶妹妹无疑 若是证实刘强东用强娘娘 今后很长一段就要孤苦无疑了 若是出轨 奶茶妹妹的感情就受到了伤害左右 都是伤害 也难怪网上有了奶茶妹妹黑话的传言 一直以来受到传统思想三七四切的影响 这一方面女性都是弱势方刘强东 公开道了欠面子大损你张泽天如果不原谅他 先不说这一行为 再损刘强东面子两夫妻 以后日子怎么过 就是网上的舆论 都能压死张泽天什么不贤惠 小家子戏 刻薄等标签 怎么算怎么来 如果原谅他那就是看历史之先河 有钱是真的能为所欲为 我以后也要找这么的大方的老婆言论势必出现 甚至一些拿着道德武器的人 还要批判这一行为带来的不良风气 原谅后感情会更好 奶茶妹妹正是为企业考虑这类支持的话会有 但早已被批评家们的口水给淹没了 所以奶茶妹妹做出了自己无声的抗争山泊 12月27号早 奶茶妹妹大量删文的消息 晋升热搜榜 第一在小编看来 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发泄方式 丈夫的道歉 无论接受或是不接受 都会对企业和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 一如当初刘强东身陷领雨的时候没有表态 不表态就是最好的表态 这次山泊只留下了五条关于公益的文章 意思无外乎 我奶茶也是有脾气的 不仅表现了自己的强劲